大家好,欢迎来到W档案 今天我们讲的这起案件发生在日本 一名来自英国的漂亮空姐 放弃了原本光鲜亮丽的工作 和自己的闺蜜一起跑到东京夜店当女招待 在一次与一名客户约会后 这名空姐竟然离奇失踪了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这名空姐的失踪竟然会牵扯出 日本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连环强奸犯 这名凶犯在长达近30年的时间里 强奸了数百名女性 其中比白人女性居多 这起案件发生后 在英国和日本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甚至让当时的英国首相也直接过问了此案 这名凶犯到底是谁 他为何能作案近30年而不被发现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案件 小原城市案 我们今天的案件开始于英格兰东南部的肯特郡 肯特郡历史悠久 有许多古老的教堂和城堡 但最近他却因其美食和美酒而名声雀起 位于肯特郡的西部边界 有一个叫西乡树的小镇 这起案件的受害人 路西·布莱克曼就住在这里 路西出生于1978年9月1日 母亲叫简 父亲叫蒂姆布莱克曼 路西有一个妹妹苏菲 还有一个弟弟鲁伯特 原本这个五口之家生活得非常幸福 但不幸的是 在路西童年的时候 她的父母离婚了 母亲独自带着他们兄弟姐妹三人生活 路西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孩子 总是充满活力和积极向上 她在学校非常受欢迎 学习成绩也是良好 毕业后 路西决定成为英国航空公司的一名空姐 这份工作可以让她飞遍世界各地 但工作几年下来之后 路西已经厌倦了 不断的飞行和工作 因为工作这些年 由于花钱大手大脚 路西不但没有攒下一分钱 而且还欠下了一笔债务 由于债务压力的影响 路西也开始质疑自己在事业上的选择 尽管她在英国航空公司的工作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 但这对她的经济和心理健康都没有任何帮助 这时 路西和她的朋友兼同事路易斯上定了一个旅行计划 不必每周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 他们打算找一个国家短期定居一下来 然后找一份拥有可观收入的好工作 这两名漂亮空姐很快将目光锁定在了日本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恢复迅速 是亚洲首个发达国家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 为了获取高额的报酬 白人女性开始进入日本从事女招待工作 日本人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非常喜欢白色 因此这些白人女性在日本的夜店里非常受欢迎 路西和路易斯很快辞去了英国航空公司的工作 他们买好了机票 登上了飞往日本的航班 2000年5月 路西和路易斯来到东京市中心 在六本木附近租了一套公寓 并安顿下来 六本木字面意思是六棵树 因为数量众多的夜店而闻名 一些外国大使馆位于六本木附近 夜生活深受当地人和外国人的喜爱 路西和路易斯开始四处寻找工作 不久就在一家名叫卡萨布兰卡的夜店找到了工作 他们成为这家夜店的女招待 日本女招待的工作就是陪客人聊天吃饭 给客人端茶倒水 还可能陪客人唱歌和跳舞 在法律上是完全禁止性交易的 然而暗地里也存在一些违法的性交易 日本商务人士非常喜欢这类女招待服务 在这些地方消费都出手阔绰 因此女招待的报酬都非常丰厚 路西的父母很关心自己女儿选择的工作 还怕她重视一些不体面的工作 然而路西非常明确地表示 她知道自己的底线 她形容这份工作和空中小姐差不多 但不需要飞行 说实话 虽然女招待的工作表面上看起来很好 然而在日本女性能找到其他工作 也没有人愿意去夜店当女招待 很多人都无法理解 路西为何要放弃空姐工作 到日本夜店去当女招待 也许是她太需要钱了 2000年7月1日 这天四个星期六 路西穿上凉鞋和黑色裙子 佩戴了一条新型银项链 精心打扮了一番准备出门 出门前 路西告诉她的朋友路易斯 她要和卡萨布兰卡俱乐部的 一位客人约会 这位客人前两天送给她一部新手机 而且约会只会在海滩附近的一家餐厅 持续一个小时 路易斯告诉路西不要耽搁太久 因为当天晚上 他们要与路西的男朋友 斯科特·弗雷哲见面 一起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斯科特是驻扎在小英号航空母舰上的 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 他和路西在日本期间相识 并开始交往 路西告诉路易斯 他会按时回来的 让他不要担心 然后就出门了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路西这次出门 竟然再也没有回来 路西当天出门后 给路易斯发了三次短信 他的第一条短信 是在下午十六点发送的 他告诉路易斯 我现在和我的约会对象在一起 下午十七点 他又给路易斯发了一条短信说 我们要去海边了 最后在下午十八点四十五分左右 他发了第三条短信 也是最后一条短信说 我半个小时后回来 几分钟后 斯科特也收到了同样的短信 然而当时钟敲响二十点的时候 路西仍然没有回家 此时路易斯非常着急 他给路西打电话 也一直无人接听 路易斯不熟悉日本的语言和法律 他不知道应该去哪里寻找路西 路易斯联系了日本警方 但他们对这起案件 似乎并不上心 他们认为路西是成年人 可以去自己喜欢的任何地方 到了七月三日 已经是星期一了 仍然没有路西的中绩 卡萨布朗卡俱乐部里 也没有人见过他 所有的电话和短信 都像时辰大喊一样 没有任何回复 在七月三日的晚上 路易斯接到了一个电话 一个带着浓重日本口音的男人打来的 他英语说得很好 但是说得有点慢 他告诉路易斯 路西现在不能说话 他没有事 暂时不能回家 路西加入了一个 新兴起的交汇组织 他很安全 正在千叶的一间小屋里训练 这个男人说完这些 就挂断了电话 没有给路易斯任何说话的机会 此时的路易斯实在没有办法了 于是给路西远在英国的家人打电话 告诉他们路西失踪的消息 路西的母亲得知女儿失踪的消息后 反应非常激烈 她被吓坏了 尤其是这个匿名电话 就让人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7月4日早上 路西的妹妹索菲 坐上了飞往东京的飞机 她要亲自到东京寻找路西 此时日本警方也对路西失踪 展开了正式调查 但警方在调查过程中 仍然表现得非常冷淡 路西的家人意识到 如果只依靠警方来寻找路西 他们不会有任何进展 因此他们开始寻求媒体的帮助 路西失踪的消息被日本媒体公开后 在日本和英国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最终处死日本警方 开始采取积极的调查行动 日本公众也开始介入了调查 并提供帮助 警方在此后收到了很多线索 但是暂时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当时的英国首相霍尼布莱尔也出面 希望日本政府能尽快找到路西的下落 这给日本警方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路西失踪第三周时 日本警方收到了一封手写的信 这封信显然不是路西写的 因为信里的签名是伪造的 他在信中说 他现在很好 不想被打扰 这封信显然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也许有人在和警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与此同时 路西的家人决定从英国聘请私家侦探 到东京调查路西的下落 这名私家侦探到达东京后 通过卡扎布兰卡俱乐部的另一名西方女招待得知 路西在失踪前一晚和一个男人在一起 也许这个男人知道路西的下落 这个私家侦探根据女招待的描述 画出了这个男人的画像 随着路西失踪的消息蔓延开来 很多西方女性最终站出来 讲述自己与一个男人之间的遭遇 这个男人每次约会后 都承诺给年轻女子钱或豪华的礼物 然后希望他们跟他回到自己的公寓 到达之后 他会让他们把酒喝下 当他们不省人事时 然后侵犯他们 虽然受害者提供的名字各不相同 但是他的外貌却没有变化 他是一个中年男子 留着中等长度的头发 长得英俊帅气 而且显得非常富有 随着搜集到几名年轻女性的描述 警方更加完善了关于这个男人的画像 这对警方来说 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 2000年10月 在路西失踪三个月后 警方调查取得了突破进展 一名主要嫌疑人被警方锁定 他的名字叫小园成思 小园成思经常去卡萨布兰卡俱乐部 并且总是用不同的名字 同时 他的样貌和身材 也符合几名受害者的描述 随即警方开始对小园成思 展开了更详细的调查 小园成思1952年8月10日 出生在日本大阪一个贫困家庭 他还有两个弟弟 他的父母都是韩国移民 年轻的时候移居日本 因此小园成思的韩国名字叫金圣忠 小园的父母刚到日本时身无分文 但怀有远大的梦想 希望可以在日本闯出一片天地 为了维持生计 他的父母先从减废品开始 慢慢地在日本站稳了脚跟 后来通过经营出租车公司 美容院和房地产生意 小园家开始变得非常富有 并且建立起了一个商业帝国 小园在学校里也被认为是典型的富家子弟 花起钱来非常阔绰 15岁时 小园被送到东京司令名校 庆应艺术大学的预备学校 他在那里学习政治和法律 他的父亲奖励了他一所房子 正是在这个时候 他接受了眼部整容手术 使他们变得更大 更加西方化 此时的小园非常迷恋西方人的容貌 尤其是白人女性 不幸的是在小园17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在香港去世了 留给他和他两个弟弟超过4000万日元的资产 60年代时 4000万日元相当于3300万美元 在21岁时 小园获得了政治和法律学位 并且他正式加入了日本国籍 同时给自己起了一个英文名字 乔吉·奥巴拉 从1986年到1991年 日本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价格开始飙升 所有日本人都认为价格将继续无限期上涨 小园在这方面也投入了大量资金 但从1992年开始 泡沫破裂 导致房地产价格暴跌 日本经济陷入停滞 小园的公司倒闭了 他几乎赔光了自己所有的财产 此后小园开始利用自己的公司给日本黑手党洗钱 慢慢地又积累了一些财富 警方通过几位受害女性指认 小园就是侵犯他们的男人 同时卡萨布兰卡俱乐部的女招待也确认 小园就是路西斯中前一晚和他在一起的男人 2000年10月 小园被正式逮捕 并被指控犯有五项猥亵罪 同时警方对他的家进行了突击搜查 警方在小园家发现了大量罪证 在他家的一个房间里 只放着400盘录像带 都是他自己录制的强奸视频 受害女性高达400人 也许更多 因为这些视频只是他拍摄的 尽管有警方的调查结果和受害者的指控 但是小园否认有任何暴力行为 称称视频中的女性都是自愿的 也否认曾经见过路西 警方现在掌握的证据都是间接证据 需要更多的受害人站出来指证小园 并且发动日本民众帮助寻找路西的下落 不久后一位澳大利亚男人 给日本警方讲述了一个事实 八年前也就是1992年2月 他爱上了一个叫卡瑞塔 瑞吉韦的女人 事实上他们已经订婚了 期待着共度余生 然而卡瑞塔是一个有报复的演员 她有成名的梦想 她需要钱去上表演学校 于是卡瑞塔来到东京六本墓地区成为一名女招待 希望能赚够钱支付表演学校的学费 1992年2月27日 卡瑞塔和一个看起来非常富有的日本男人约会 约会后 卡瑞塔变得不省人士 被紧急送往医院 医生们竭尽全力抢救 但不幸的是 两天后 她死于肛功能衰竭 卡瑞塔的死因被官方认定为 急性肝炎导致的自然死亡 但她的家人和男友 从来都不相信这种说法 卡瑞塔是个健康的女人 没有任何病死 日本警方在获得这条线索后 随即对卡瑞塔案展开重新调查 警方在发现的400盘录像带中 发现了卡瑞塔的身影 同时在小源的日记本中 找到了卡瑞塔的死亡原因 她在1992年2月7日的日记里写道 今天用了太多的律仿 下次要避免这样的事情 律仿在医学上被用作麻醉剂 用量过多会损害肝脏 在很多视频中 小源会将一块禁有律仿的麻布 夹在受害人的脸上 防止受害人中途苏醒 卡瑞塔的死亡原因 很快被定性为谋杀 小源的指控也从猥亵升级为谋杀 虽然这个新的证据很重要 但是关于路西的下落 警方仍然毫无进展 2001年1月10日 路西失踪六个月后 一些村民在海岸附近的一个洞穴里 发现一些可疑的混凝土 他们感到很困惑 于是打电话报警 这个洞穴离小源的公寓 只有100米远 警方很快拆除了混凝土 结果发现下面是一些包裹 警方慢慢打开这些包裹 发现包裹里都是被肢解的身体残骸 后来经过法医官证实 尸体属于失踪多日的 路西不来克曼 这一发现 让路西的家人 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因为他们一直抱着希望 也许有一天他会回来 小源也承认了 那晚他和路西在一起 但是坚决否认与路西的死有任何关系 他辩解称 当天17点左右 他就让路西离开了 因为路西吸毒了 神字有些不清 路西的家人很快否定了这样的说法 警方通过大量的走访调查 确认了路西失踪当天的大致情况 2000年7月1日下午16点左右 路西和小源见面了 一个小时后 他发短信给路易斯 说他们正在去海边的路上 下午17点30分 敌对日本夫妇看到小源和路西 一起在海滨度假圣地 警方在小源公寓中 也发现了属于路西的金黄色头发 通过手机定位确认 路西当晚在小源家里 发出了最后一个短信 另外路西失踪后 警方收到一封伪造的信件 现在证实 这封信就是小源伪造的 因为在小源的公寓里 发现了伪造签名的副本 路西失踪的第二天 也就是7月2日 电话记录显示 小源给附近的几家医院打过电话 询问如何治疗一个吸毒过量的人 7月3日 搜据证实 小源从一家五金店购买了电锯 水泥混合料和其他工具 当天的晚些时候 小源的邻居听到可疑的噪音 于是打电话报警 警察当时来到小源的公寓查看 进门时他们发现小源的手上有水泥混合物 而且明显在颤抖 当警察要求查看他的浴室时 小源变得咄咄逼言 拒绝让他们进去 并且大声地让他们离开 警方当时因为没有搜查令 也没有具体发现 因此只能离开 在大量证据面前 小源仍然否认与路西的死有关系 2000年10月 小源被指控对路西下药 强奸和杀害 以及强奸其他八名妇女 和过失杀人罪 他的审判于2001年7月4日开始 整个审判持续了长达7年之久 2007年4月24日 他被判犯有多项强奸罪和 过失杀人罪 但对强奸和谋杀路西的指控 因缺乏直接证据而被判无罪 审理期间路西的父亲 从小源的朋友那里 接受了45万英镑的慰问金 但其他家庭成员反对接受这笔钱 他的父亲以路西的名义 建立了一个信托基金 使用其中的一部分资金 促进人身安全 法官表示 判决时 他并没有非常重视 小源给一些受害者支付的慰问金 负责此案的检察官 对与路西有关的判决提出上诉 因为在最初的审判中 没有听取关键的法医证据 2008年3月25日 在东京高等法院 开始了上诉审判 法院于2008年12月16日 判定小源犯有绑架 肢解和处置路西尸体的罪名成立 判处无期徒刑 2010年12月上军 日本最高法院 驳回了小源的上诉 小源成私 只能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了 小源成私是一个极其变态的人 在日本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他侵犯了数百名女性 并让其中两个人失去了生命 如果不是路西家人坚持寻找 也许这起案件的真相难以被揭开 还会有更多的女性成为受害人 路西本来有一个非常体面的工作 为何要去日本夜店当一名女招待 真的让人无法理解 路西如果不做这份工作 他也许会有一个不错的人生 这样的结局实在让人惋惜 日本的女招待表面上看起来是正规的工作 然而去夜店找女招待的男人 可能会怀有某些不良的目的 对于女性来说 远离这样的工作 也许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对于女招待的女招待